Hello YouTube,我是KCD 你覺得全世界最貴的餐廳 應該要帶給用餐者怎樣的體驗 從味蕾出發同時帶給你視覺及其他感官刺激 還是該讓你覺得不是在吃一頓飯 而是一個魔幻超脫世俗的驚人表演 吃一次台幣要價 6萬5千塊的西班牙餐廳 Sublime Motion 就能讓你吃懂何謂以上皆是 聊這間餐廳首先要從餐廳的主廚兼創辦人Paco Roncero 開始 現年51歲的Paco是獲得了米形二星殊榮的西班牙主廚 2005年也獲得了國際餐飲協會頒發的 The Best Cook of the Future 未來最佳主廚的封號 在料理界也被譽為是西班牙先鋒派感官料理神廚 2005年得到The Best Cook of the Future 現在應該已經到未來了 也確實是 經營台中一星餐廳顏之華 每年都會到歐洲深造的主廚李玉君 形容他展現了絲毫不遜於新世代主廚的無窮創意與想像力 顏之華在2018年的時候邀請Paco主廚來台擔任客座 在當時就創作了Marguerite Pizza 炸火腿液態可麗餅 以及玉米脆餅香酪梨醬等多樣分子料理 這位腦中夾帶大量想法創意的主廚 2012年的時候決定在西班牙伊維薩島創辦這間 把餐桌變舞台的餐廳 就是這個簡單卻無比困難的點子 造就了餐廳Sublimation的誕生 Paco造集了合計10顆米其林星星的廚師群 室內設計師 舞台編導 工程師 DJ 幻術魔術師等團隊 用意就是希望創造出完全不同於世界任何地方的12人餐桌 Sublimation每天只接待12名客人 用餐環境也就是一個12人的長方形白桌 沒有窗戶 沒有花式跟裝潢 有的只有像是科幻電影才會出現的純白空間 當一頓1900歐元的用餐體驗開始時 360度的投影以及劇院級的音響啟動 雪白的桌子瞬間變成千變萬化的桌布 餐點開始之前 賓客都會戴上VR眼鏡 看著菜單中的食材一一浮現在眼前 Sublimation提供20道餐點 每份餐點都有著獨特的故事情境 而且每年每個故事都不一樣 從這幾道料理就可以看得出來 主廚不但在展演部分費盡心思 料理本身的複雜性也是讓大多餐廳難忘其相貝 這個畫面是2017年的時候 有人去現場用餐時拍攝的畫面 一開始是在國家劇院聽著氣勢磅礡的演唱 還有坐在飛機艙裡吃著空姐送上來的餐點 以及參與異教的邪教儀式 最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你下地獄了 嗜酒的服務生變成了沒有上半身的兩條腿 這到底是怎麼做到的我真的不知道 整個用餐時間大約是3個小時 其實就跟吃正常的fine dining時間是差不多的 根據吃過的人形容 你會完全處在當下的氛圍跟情境底下 3個小時過得像是1個小時一樣快 咻一下就沒了 正所謂台上10分鐘台下10年功 要完成這種高規格的饗宴 就必須要花費大量的時間籌備 Sublimation團隊一年真正公餐的時間只有4個月 其他8個月都在閉門造居 試圖營造出完美的全新體驗 但在這邊要特別強調一點 在伊維薩島上面的米其林餐廳不少 不過Sublimation卻沒有拿到任何的米其林推薦 主要原因是儘管有著華麗的聲光效果和幻術特效 但高昂甚至超出正常能理解範圍的價格 並沒有實際的兌現到餐點上面 你吃到的東西是出自於米其林主廚之手 旗下團隊也都是能獨當一面的主廚 但因為某些原因就是從來沒有出現在米其林指南當中 不過即使不靠米其林加持 這間Sublimation單獨靠著自己的聲量 就已經成為世界上最難預約的餐廳之一 除了沒有拿到米其林新興 Sublimation在2015年的時候也被米其林主廚Paul Peter 抨擊根本是抄襲他位在上海的米其林三星餐廳紫外線 同樣也是全境的投影系統 世界第二貴餐廳 甚至菜色在當時也稍微相仿 不過這些指控都沒有阻止Paco繼續前進 他在去年把原本的廚師班底全部換掉 改成了全女性主廚的廚師群 這當中包括了曾經獲得世界50大餐廳的女主廚Anna Ross 以及新加坡籍的甜點主廚Janice Wong 他在2013-2014年的時候獲得了 亞洲最佳甜點主廚的頭銜 絕對堪稱世界一流的甜點石 Paco以及他的團隊在2020年的時候 面臨到的史無前例的疫情衝擊 自然無法像之前那樣順利營運 但是一當他們準備就緒 全世界的客人依舊會前撲後繼的去拜訪這一間 全世界最貴的餐廳 我是Key 今天喜歡影片記得按讚分享給訂閱頻道 有沒有神人去吃過這間餐廳 或者是你吃過哪間最貴的餐廳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